我们北京当年参加共同比赛 打不过沿边 打不过梅州 领导就回来就批评 你们不努力 你们水平太低 连这些小地方都打不过 你堂堂北京 他们改年龄 你怎么知道人改年龄 你拿出证据了 我们北京不能改 我们守山之躯不能改 一年不改 第三年发现大家都改 你不改 不改你就踢不过人家 改锅子改三岁 改吧北京也改 去年央视华朗目都还知道 那次请的是王健林 和这个尹明善 这俩老板一组 张斌 听众员一组 就讨论这个室友足球 我就当时就说到这个问题 我说当年他们改年龄 三天赛改年龄很严重 改到三岁之后 自己还开来而起 不对 四十岁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他都明白 你想 十六岁的孩子打小学生比赛 正常年龄孩子哪能跟他踢啊 结果拿冠军的全是假的 真的 游水平的全给费了 最后组织当时查呀 查古灵 所有参赛队员要查古灵 结果发现查古灵不对 管不住 为什么呢 你们张三来了 那看 学生中 是张三吗 进进吧 最后发现张三拿的古灵片子不是他的 是另外一个人的 是李四的 李四从哪来的呢 那个那个古灵室那一后门 张三从前门进去 李四进后门 李四古灵合格 给李四拍一张 给张三拿出来 这个给杜绝了 然后呢 收买那个 看古灵片的那个带头 这个不行 这个管不了 后来怎么办 组线一怒真雅 咱们查护口门 不是 护口门也不行 都改 最后查出生证 当时参赛啊 是要四证齐全 参赛证 学生证 护口门 出生证 为什么呢 为了我们市的荣誉 为了我们拿冠军 这通通作弊 大家看那阵那个年龄啊 往往都是一月的 很多都是一月的 这个就有改的嫌疑 他为了 为了凑近一点 那个古灵室 他改的都是一月 后来二月 都有技术的 结果的 后果是什么呀 后果就是我们这些孩子 从小就知道 踢足球要弄屈作假 所以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 假赌黑那么猖獗 这些球员作假都 他都心安理得 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最后被抓进去 你说他冤不冤 为什么 他从小老师就这么教他的 是吧 你怨不着人家 是我们 就是这种锦标主义 这种为了出个成绩 为了功利的目的 不择手段 就造成了这些恶魔 弄得中国足球是乌烟瘴气 有时候 我来自乌烟瘴气 感谢观看